普里镇大平顶通往北辽的隧道 是早年台塘小火车行驶的隧道 因为时代变迁 如今也成为农民主要产业运输道路之一 但因为居民反映隧道混暗 行车容易发生危险 先议员业人创也争取经费 在隧道装设照明设备 但因为许多车辆疏忽 忘记车辆高度 时常让车辆撞击到灯具 或是卡在隧道口 因此先议员业人创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共同会堪 期盼在隧道两头设置限高 提醒驾驶能够注意车辆高度 这个瓶康有关多的限制 差不多1.9米 100-90公分 很多朋友可能一时的缩分 就会驚过 有可能去把这个百年的瓶康 去顺顺顺顺 另外也有居民陈勤 在出隧道往北辽的路边 被民众遗弃大量垃圾 对此先议员业人创除了以联系 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外 也呼吁民众要保持环境清洁 让百年隧道与干净的环境相互应 才能够借此出境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我们要在这里就要一个机会 给大家鼓勇 一个清气 一个好的环境 是我们大家要共同 那个公民意识要去维持 我们这个北辽这个榜康出来 土壳旁边很多 家庭废弃物 有一些农业废弃物 我想这个都不好 把这个环境维持好 让我们大城里 让我们合城里 全国都知道原来百香果是在这边 然后他们有机会来这边采果 来这边购买我们的百香果 来看到也是非常非常干净优美的环境 会长潘一圈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紧速来会看 并且能够将县高装设好 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意丢弃垃圾 保持环境的清洁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